郑爽应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扮演楚雨前这一角色而迅速走红 年少成名的她在事业上有些许成就时还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郑爽当年对张翰的爱真的是一个少女付出所有的表现了 当感了这份看似美好的爱情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两个人最终是到了老死互相往来的地步 而郑爽也因为感情受挫很是自卑选择了去整容 郑爽本人也曾大放承认整容了就是整容了 整容后的她鼻梁高了下发尖了却没有以前那么美了 以前那份清纯灵动也不复存在了 而后郑爽又慢慢取出了脸上的甲体 从鼻梁到下巴 她再一次恢复了纯天然美貌 不过这样的做法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还是挺大的 面对这样做法的郑爽 媒体曾问她是不是后悔整容了 她霸气回应 我自己做的任何决定都不后悔 我会对自己负责 无论如何希望小爽幸福快乐吧